英文中學、聖馬可中學、港島民生書院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和歉和 用了循環式平衡班級結構 大家好,我是郭Sir 那位家長小時候讀書時,在中學 有沒有試過小適時去買東西、小食報 排隊排長龍,排完小適後,買得切又吃不切 就算吃得切又吞不切,吞得切又去不切廁所 總之一個小適二十分鐘,很多事情都做不到 原因是因為人太多 到了今天,2023年的年底 今天剛剛新鮮出來的中學概覽 有些新的東西出了 也有些學校在人數上是有些變化的 究竟是什麼呢?我們一起去看看 開始之前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當日有新的影片、聲中的資訊 很多不同的東西都可以和大家分享 而且你一定不會錯過 好,事不宜遲,我們馬上開始了 話說今天中學概覽已經出了 根據HK01每一次加一段時間 和大家分享一下 究竟有什麼新的消息 或者在新聞上即時可以看到 有些學校減班 也有些學校加班 加班我們不特別說,先說減班 減班來說,有11間學校減中一 有些只開兩班 你看看我們兩班中一 兩班中一就是什麼概念呢? 就是你們在小息的時候 去小食部買東西吃 都不止那六十人 三十人一班,兩班六十人一級 都頗嚴峻的 還有人數的少會令到 整個學校的氣氛好像很沉寂 周圍都見不到人 你去過洗手間 你還會在小息上看到空位存在 以前郭Sir讀男校 去洗手間小息一定是排長龍的 即是男廁都是排長龍的 為什麼呢? 你想想,成千個學生一次過去廁所 學校廁所不是很多 說就說夠了 根據教育局的指示 一個尿兜是給20個學生使用的 即是給20個學生 每20個學生就一個尿兜 一千個就是50個尿兜 而且你要的洗手間是在你便宜的地方才會去的 即是有一個洗手間在八樓的 難道你覺得八樓少人去八樓嗎? 你都是去地下球場旁邊的 所以去洗手間也不用排隊 是一個很嚴重的啟示 我們繼續看下去 有什麼呢? 就說有11間中學中一的人數減少 合計受一班 當然一定會講一下大家很想知的學校 包括 英文中學 聖馬可中學 港島民生書院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以及協和 但是這四間學校其實不是減班 是用了循環式平衡班級結構 稍後說說什麼叫循環式平衡班級結構 因為這個好像減班一樣 其實是隔年隔年開班的 一年四班一年五班一年四班一年五班 是為了平衡班級結構 因為由舊制的會考高考的時候 轉制去 其實整體成間學校的班級有機會增加了 為了所有資源符合分配 又或者是為了令到 全港人口下跌的關係 有些學校沒有人讀 變成一年五班一年四班 四班那一年 就很慘了 整個東區三間英中開少一班 開少三班 一班三十人也成九十人 差不多一百人沒有英中讀 那就很糟糕了 是不是呢 儘管我們看看是怎樣 但是想讀英中 或者你成績差一點 想去英中的話 記得 郭Sir的諮詢服務 非常非常幫到你 雖然好像廣告一樣 但是這是事實來的 當你看著郭Sir的片 證明你一直支持著郭Sir 在這個聲中的時候 沒有理由不來找郭Sir做諮詢 在這三個學校循環式平衡班級結構 這個名字很好 另外還有一個叫自願減班計劃 不過已經結束了 大概十多年前已經出過 我們看看 這裡是一攬表 有些學校縮班 留意有些班縮到只有兩班 例如在鄧紹堅維多利亞官納中學 在聖工會鄧紹堅旁 大家選學校千萬不要選錯 總之大家的喜好會有不同 有些人可能喜歡官校 有些人喜歡教會學校都未定 有些人喜歡英中 有些人喜歡中文中學都未定 但是開班的數目 就解釋了大家的喜好 只剩下兩班 另外另一間官校 何東中學 又剩下兩班 所以真的要選這兩間官校 心儀的時候 可以考慮一下究竟是否還要選擇 因為兩班 郭Sir的建議 或者郭Sir的意見 是說究竟他們足夠老師 去支援這麼多不同的科目 中學和小學不同 中學有很多不同的科目 有中英數 有科學 有地理 有歷史 還有家政 學生、D&T 有很多不同的科目 小學只有中英數 理論上四個老師可以教六級 當然不行 但是 老師的數量少了 工作量當然大了 但是不會重到應付不到的 但只剩下兩班 導致老師的數目突然下降了 還有學校的氣氛也差點 另外有一些比較北區的 大家參考一下 另外想說一下 東區剛才說過 聖馬河、民生書院、婦女會等 大家都意識能長 另一間 持有英文學校 都是五減一 都是循環式平衡班級結構 但是持有英文學校 你記住 不是全英中 記得要留意 持有英文學校 是名字 英文叫Salatian English School 在這個名字下 所以中文名叫做英文學校 就正如 觀塘區是否有一間 聖若室英文中學 還是英文書院 聖若室英文中學 也是有中英文班 留意 只是名字 等於小名叫小名 沒有特別的意思 英文學校 當時 1998年的時候 當時 他們還是一間全英中 在語言 教學語言的 微調 還是什麼優化計劃 當年 所謂下車 只剩下百多間學校 只剩下百多間學校 可以成為英中 他是其中一間下車 不能繼續以英中的資格 去做 刑辦的一間學校 但是 有部份的班 都仍然是英文班 都可以選擇 最底 東區有一間 敏橋學校 零班 用另一些方式 去開班 就看到 有部份的學校 就是這樣 究竟 縮班對大家 是否有影響 那幾間英中 當然有影響 你以為你是中中 就沒有影響嗎 我們又看看 下面這裡 今年縮班 剛才說 鄧紹堅 維多利亞官立 和河東中學 縮班 另外還有一堆 你見到 稍基灣東官立 有一間叫稍基灣官立 有一間叫稍基灣東官立 兩間在旁邊左右 但是他們連續 幾年開了兩班 北角協同 另外看到 南區也有 赤柱航海 余振強第二 余振強紀念第二中學 我經常記錯 余振強紀念第二中學 這個名字是否很熟 就是接下來玫瑰江中學的學生 會過去的那間中學 你看一下 他只剩下兩班 他當然是大把班房 去收玫瑰江學校的人 但是 他們和所謂的合併 移居 移居了過去之後 會不會有一個玫瑰江校 令人可以繼續選擇余振強 然後令他加班 不得而知 也要看他們辦學辦成怎樣 但是最近 郭Sir也接觸了部分玫瑰江中學部的家長 原來 可能郭Sir接觸的 sample size 樣本比較少 我聽回來 其實他們也不太願意去余振強 第一可能是地點的問題 第二可能是學校bending的問題 第三可能是他們對於 坊間對余振強的評價 總總也好 暫時來說 郭Sir聽到的意見 也不太願意轉過去 但接下來會不會有多些人希望轉過去 或者覺得也有一間學校可以先下腳 可以先去 也未定 航海學校一向都不是人多 兩班就繼續 而明愛胡振中中學 記得 接下來他們會搬去東沖 和明愛華德中學合併 這也不在我們討論之列 究竟胡振中中學搬了之後 會不會令南區中學的收生壓力下降 我想也不會相差很遠 因為 暫時來說 郭Sir的主場在南區 看下去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都未必在南區升中學 就算是 都集中在兩三間中學面 餘下的可能都希望去外區 升學都未定 所以 這個減班可能是一個前奏 有很多人因為 各種原因 可能離開了香港 加上出生率下降的原因之下 接下來 學校的經營 特別是 這幾年中學已經開始受影響 就證明了 早年代小學 你見到殺校 又有很多問題發生的時候 來到中學 中學怎樣刑辦 怎樣去做 其實都很值得大家參考 接下來的 我們的影片 都會和大家介紹一下 究竟接下來的自行選校階段 究竟怎樣做 又或者大家很急切的需要 我這個成績不知怎麽算好 不妨去報名參加郭帥一對一諮詢計劃 幫大家了解一下 給大家一些意見 說一說究竟有什麽是升中的策略 選學校要怎樣去選好 希望不同的渠道和方法可以幫到大家 在升中的路途不需要那麼嚴峻 或者是那麼難走 所以大家記住 如果有問題的 除了WhatsApp郭帥問問題 有些尷尬 不怕醜 想怎樣問郭帥也好 在下面留言也可以 或者這裡有個QR Code 對嗎 探索的QR Code就可以找到郭帥 好嗎 怎樣都好 在升中的過程中 留意一下不同的學校開不同班級的數量 你才會了解到究竟進入去的氣氛 環境 老師的數量 得不得到足夠的關愛 這些問題都可以知道 好 郭Sir的分享今天就到此 希望大家在這段影片都得到足夠的資訊 也期待下一段影片可以再見到大家 我們今天到此 下次再見 拜拜